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髮資源 濃耗濃滿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眷戀雲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在2月份的時候 情人節想必的大家都有抓到一隻新的神獸 就是眷戀雲 但是我們過了2個月之後 竟然很少玩家在討論他 相對的 他一定有某些缺陷 讓玩家們覺得他不太適用 但是如果我們採取一個APP陣 用我們的隊友來彌補他的缺陷 相對的 他還是有辦法 在目前的高級龍對戰中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到底眷戀雲在目前的18技裡面 能夠打出怎樣的實力吧 好 今天有許大詩人玩家來提供對戰影片 使用的陣容是眷戀雲在第一隻 後面分別有藏寶力鼠 以及雷吉斯奇魯 這陣容很明顯地有感受出 後面兩隻角色都非常怕格鬥 眷戀雲如果在一個輪替後 還能夠去處理 算是一個標準的ABB陣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好 那開局對手 我們看到伯克基斯 伯克基斯的屬性剛好跟眷戀雲相同 不過他是以單點輸出 我們這邊是以大招出擊 兩者的招式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這邊直接換角 藏寶力鼠上來 逼迫到對手換上了賭籃雄 賭籃雄的話 這邊當然會被他的格鬥系雙倍鳳凰給壓制 但是我們可以不斷的靠泰山阿殿 稍微的耗對方血量 理想上的話當然是把他打到殘血 然後眷戀雲上來 可以練功練到極致是最好的 畢竟賭籃雄目前在高結盟 比較少人在配垃圾射擊啦 好 對手出招 這邊是十字批出來 傷害量看起來一般般 然後我們這邊殘血出大招 泰山阿殿出去 剩下血量看起來會被對手賭籃雄直接練功 但是也沒辦法 以一個ABB陣的概念來看的話 藏寶力鼠在這邊是扮演一個落盾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讓眷戀雲稍微上來練一點功 就算一開始是平局 這個輪替之後就會變成比較順的開局 好 接下來的話 賭籃雄這邊血量上看起來是不錯 高結盟的賭籃雄坦度是有的 然後他這邊殘血出大招 熊的招式 結果是暗小害出來 打妖精是減傷 這邊是扛住了 目前擊到了飛翔的氣量 魔法閃耀也擊到 但是中途是直接換角了 雷吉斯7-5上來 對手伯克基斯是沒有辦法打雷吉斯7-5了 所以他換上了鬼龍奇拉蒂娜上來面對 那很可惜的電磁炮並沒有優先出去 並沒有辦法先讓他攻擊力下降 好 用肉身扛了一個影子偷襲之後 傷害量看起來普普 那雷吉斯7-5跟奇拉蒂娜硬打的話 不見得會輸 就要看電磁炮是否降到對手攻擊力 那這一下下去之後 對手攻擊看起來是下降的 還算運氣不錯 血量上的話看起來我們佔比較多的優勢 那沒意外的話最終對決還是會是眷戀於打波克基斯 只是中途如果擊刀電磁炮換角的話 可能雷吉斯7-5還是有一個招式能夠去壓制伯克基斯 所以這邊只要把對手的盾逼光 就能夠打這個技術上的操作 好 再一次電磁炮出去 對手攻擊力又下降了 這邊運氣真的非常好 等於是我們目前的攻擊力 雖然屬性上是劣勢 但是奇拉蒂娜當我們幾乎沒有太多傷害 喔 這邊是擋著了 擋住了銀偷襲之後換角 那準備使用這個魔法閃耀的時候 對手中途也是換角了 很可惜並沒有把招式直接放出去 好 那魔法閃耀出去之後 可以看到波克基斯直接中傷了 傷害量非常卓越 但這邊看起來要直接放掉了 魔法閃耀平常打擊打波克基斯那麼痛 看起來劍勇的攻擊力確實是不錯 好 接下來鎖定看起來要直接把波克基斯給點掉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對手還有兩盾 這一場要贏過這個奇拉蒂娜難度非常高 首先先來個電磁炮出去 所以說我們至少要3-8的電磁炮 才有辦法收拾掉對方的奇拉蒂娜 好 一下下去對手肯定擋招 但是運氣真的是非常好 對手攻擊又下降 連續下降3階 當作100%的電磁炮在使用 好 擋住對手招式 對手還是影子偷襲出來 再波尼一發 那關鍵是這一個能不能夠再降到對手攻擊力 如果降到的話 可能暗影爪跟影子偷襲是沒辦法case我們 喔 結果又下降了啊 運氣真的非常好啊 但是這個血量到底攻擊下降2階的奇拉蒂娜 能不能夠收拾掉我們雷吉斯奇魯呢 好 運氣偷襲出來 結果雷吉斯奇魯殘血 啊 有點可惜啊 哇 這場我本來想說是有機會的 如果眷戀上來魔法閃要K到奇拉蒂娜的話 肯定是能夠扭轉 比較可惜一些 好 就下一場這場的順風呢 我們看到的是文香勇士 面對到我們眷戀羽 那對手的小招看起來是雙倍奉還 那打我們 我們是雙抗友 而且我們飛翔出招非常快 跟對手直接壓一個CNP 一下下去之後對手肯定要擋招 那擋完招之後我們這邊也得擋 因為他會使用冰凍之風降我們攻擊力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對方的文香勇士是不打算換腳啦 畢竟出招的速度上以及屬性這邊是絕對的劣勢 可能後面有一隻怕我們眷戀羽的 好 再一次來一個飛翔 飛翔的數據非常好 加上劍戀羽本身是飛行系的 所以這一個下去之後 對手雖然讓我們攻擊下降了一階 但我們還是直接把他打殘了 剩下的血量就可以用妖精之風直接練功 不過對方再一次冰凍之風 我們直接把他擋下來 目前是沒有盾了 對手一盾的優勢 但順位在我們這裡 此時擁有高傷害魔王閃耀的氣量之後 直接換腳雷基斯西武上來 對手是暗影版本的電龍 然後對手是換上了古文巨生2來處理 那這樣的話我們還可以來一個電磁砲出去 降你的攻擊力以及順便耗血 然後等下交給我們的藏寶力鼠 收拾掉古文巨生2 最後沒意外的話 就是藏寶力鼠跟眷戀羽兩隻去打那隻電龍 大概就能夠獲勝了 好OK 那對手此時出招 古文巨生2使用了招式暗影球出來 並沒有辦法收拾掉那麼坦的雷基斯球 雷基斯球就算在高階盟遇到火系 其實也不會那麼快下場 而且古文巨生2本身是基本不會帶來火系大招的 所以這邊連續的出招之後 古文巨生2也是血量上升不多 但是剩下剛好被他的燒進點掉 比較可惜對手氣氧上非常的足 然後我們選擇藏寶力鼠上來 其實是可以讓眷戀羽兩隻上來用飛翔出去 看起來是能夠壓個CMP 但是這個換角也是不錯 藏寶力鼠扛到的是暗影球 而且趁著電龍他使用福特替換的空檔 我們直接上來魔法閃耀出去 可以看到電龍暗影版本的坦度不適合不要直接中傷了 而且他的福特替換再打一發出來之後 甚至被我們的妖精之風直接點掉 最後我們看到了古文巨生2上來 然後我們的藏寶力鼠要一個咬碎出去 就能夠拿下這一場 所以在一來一往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這一場順風的成分還是非常高啦 因為看到了文獎王是在第一值 對手不換角 雖然他帶著一頓的優勢 但是後順位的兩隻角色 其實剛好陷入了我們ABB陣的圈套 好OK 順利的拿下這一場 好那進入下一場 來看一下這樣的對手 捐念瘟面對道德 結果是其他蒂娜 OK這邊算是順風啦 只是捐念瘟的缺陷 除了屬性上來說沒辦法打鋼之外 魔法閃耀的能量上需求也比較高 不過還是逼迫到對手換角了 直接換上的是毒刺水母 毒刺水母的話雷吉斯七五算是有壓制到 本身有電系的電磁砲 能夠壓制水系的毒刺水母 加上他的小招獨擊在打鋼傷害量非常的低 所以要拿下毒刺水母算是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就算他強制的開盾幫我們雷吉斯七五拿下之後 長寶力鼠也能夠堵到那一隻奇亞蒂娜 整體上來說不管怎樣操作 我們都是能夠拿到更大的優勢 好那對手的毒刺水母率先擋個招式 但其實這擋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熱水的傷害量並不是特別好 那他不斷的使用熱水降到我們攻擊力之後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反而電磁砲出去還能夠留著殘屑的毒刺水母 讓我們使用這個鎖定稍微練一點功 不過看起來傷害量是下降的太多了 鎖定要拿下毒刺水母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但對手這個熱水再一次出來之後 頂多就是幫我們打殘而已 所以兩者的對決算是非常的拖 等於說高潔蒙對手的血量以及彈度 持到這種高傷害屬性上壓制的大招 也不見得會倒下 是比較麻煩 好毒刺水母下場 目前直接賺了一盾 對手開盾幾乎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除非他開第二盾 但他開第二盾的話 這場我們幾乎是完全碾壓沒有問題 好此時對手並沒有讓其他電壓上來 反而派了巨藻怪暗影版本 巨藻怪並沒有辦法使用泥巴射疑這些幫我們點掉 所以有點小大意 然後我們蒸氣彈出去壓破你的血量 這時候應該在我們蒸氣彈出來之前 直接發一個江水砲啦 這邊操作上來說是有點極端啦 而且他就算那麼多氣量 我們盾還是佔到優勢 好此時藏寶力鼠上來了 並沒有留著去打其他蒂娜 這邊是用肉身來扛一下對手江水砲 傷害量看起來普普啦三分之一 而對手此時換角了可以看到其他蒂娜上來 那理所當然的 因為這一隻其他蒂娜帶著龍洗 用妖精氣去打他會比較有優勢 比起藏寶力鼠 靠著一般吸去打他來得好 那我們現在一個飛翔出去之後 可以看到其他蒂娜碰的半血 然後這邊有盾的優勢 直接把盾開起來 對手使用了招式 結果是影子偷襲出來 那這樣要把他看起來 妖精之鋒加一個飛翔 是能夠收拾掉其他蒂娜的 好這邊看起來也是跟對方切齊了 好飛翔再次出去 此時其他蒂娜是沒有保了 就練兵打其他蒂娜感覺還是不錯 上一量看起來是算得剛剛好 然後再次看到巨藻怪 一上來之後飛翔出去 然後目前還剩一盾 開不開都沒有差啦 因為後面藏寶力鼠 終究能夠靠一個招式 直接收拾掉 所以這一場在開局我們看到其他蒂娜 對手並不是配暗影爪 而是龍洗的情況 他所以直接換腳 後面的毒式水母 沒辦法打我們雷劑石球 巨藻怪這邊打 藏寶力鼠也沒有優勢 我們算是一隻鴨一隻獲勝 好進入下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對手 好那這一場的對手 全聯運遇到的是 喔結果是碧里吉隆 這邊是絕對牙子 飛行系能夠直接雙克碧里吉隆 以碧里吉隆的坦度 吃到飛翔會直接蒸發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對手不換腳 雖然碧里吉隆有尖石攻擊 能夠反打這飛行系 但是雙方出招上的差距 加上他的二連體 其實出招的破綻也是有 不太容易輸給他 當然他還是可以選擇 聖劍或夜刃來騙個盾 只是因為尖石攻擊的能量需求真的太高 就算騙到的話 其實也沒辦法占到比較好的便宜 好此時飛翔出去了 可以直接壓迫 對手直接開第二盾 好碧里吉隆此時一定得當 不然他就浪費掉 那目前剩一盾 給尊重直接開起來 沒有問題 然後飛翔能夠直接把碧里吉隆打掉 對手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好這邊對手想要來個祈禱擋招 果然是沒有擋到 換上的第二隻角色是古文巨神惡 古文巨神惡上來 我們選擇的是藏寶力術 那這邊靠著大招咬碎 能夠輕鬆收拾掉幽靈系的古文巨神惡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對手並沒有辦法選擇暗影球 屬修的傷害 只能選擇魅惑之神 這邊傷害量的差距也非常的明顯 好那這邊的話咬碎出去 對手古文巨神惡噴了半血 而且還讓對手防禦下降 但這flash下降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不可能用泥巴射移把它點掉 所以連續的咬碎 直接收到古文巨神惡 這一場也算是一隻打一隻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看對手做一隻什麼 不過他在沒有盾的情況下 做一隻水基本上是拉不回來 然後他這邊再次讓BG雄上來 BG雄上來的話 我們今天的配招有太傻一點 能夠平常大吉 可能打狗帕魯文的話會比較辛苦 但是BG雄還可以 至少能夠磨損一點 不會讓他練功到極致 還能夠用他的堅持攻擊去吐我們的眷戀雲 然後對手夜刃收拾掉我們 然後眷戀雲上來之後 放了一個妖精之鋒 立刻使用飛翔 完全不給對方機會 那飛翔出去之後 可以收拾掉殘血的BG雄 有點可惜並沒有看到 直接打到的一個傷害 而對手最後的角色 結果是假惡人蛙上來 這邊可惜的是 差一下才有辦法使用魔法閃耀 不過如果再點下去的話 對手肯定會把招式放出來 所以立刻使用飛翔出去 然後中途讓雷吉斯奇武上來了 但這場已經結束了 其實就算劍戀雲下場也沒關係 雷吉斯奇武 遇到假惡人蛙 可以看到江湖水砲傷害量普普 一定能夠使用到電磁炮 終究能夠收拾掉他 所以在對手作業知識 假惡人蛙的情況 我們剛好今天的陣容 並沒有特別怕他 所以就能夠順利的收拾掉這一場 所以劍戀雲在第一隻的話 其實看起來彈性還不錯 只是目前的配招啦 他就算我們沒有配置的 搭操結也加進來的話 就剛好沒辦法打剛系 是比較辛苦 俗性面上來說是有一點缺陷 不過除了剛系之外 飛行系的弱象 還有這個兵器也是比較難處理 那長寶力鼠上來 基本上能夠比出格鬥系的角色 算是今天陣容上的一個巧思 那目前高結盟最常見到的格鬥系 要馬是氣勢喔 不然就是這個文香勇士 都是非常常見的 那文香勇士的話比較可惜 我們今天的長寶力鼠並沒有配置奇草 不然就能夠用草系招式稍微的壓制他一下 那捐點魚也是有草系招式 是打草劫 但是打草劫的話 其實出招的速度以及 數據上並沒有到非常的漂亮 所以配合著飛翔跟魔王閃耀 可能是比較萬用一些 只是魔王閃耀能量上的需求真的太高了 如果配置個月亮之力可能會好一點 有點浪費了他妖精之風高序能的一個優勢 這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殘寶力鼠還是非常強啦 直接把文香勇士打殘了 而且剛好殘血出大招 對手算是大意的 所以他這邊一定得開盾 不然我們這泰山阿滴能夠直接搶取順位 好對手是擋招了 至少賺到一盾 但捐點魚目前傷害也比較辛苦 文香勇士如果在順風的話 會很麻煩 因為他第二隻角色的話 就會吃到他冰凍之風 喔這邊竟然是沒擋招啊 哇這沒擋招算是蠻大難的 本身飛行器是怕冰啊 但傷害量看起來還是扛得住 而且他剩下的雙倍光卡不死我們 我們就可以直接妖精之風練功 雙方目前平盾 然後看起來是要打算直接換角 雷吉斯奇舞上來 再一次看到地牙海獅 但是對手直接換角 換上來的是暗影版本巨藻怪 那這一場的話 剛好被對手一隻牙一隻啦 這一場要以難度非常高 那先來一個蒸汽彈出去之後 對手的巨藻怪直接噴半血 其實剛剛看到地牙海獅的時候 比較辛苦 就是假設你出招 還是會吃到他的氣血 會點到我們的 就念影 血量傷會耗得非常多 所以逼不得你直接換角 就算魔法閃要能夠打到 其實傷害量看起來也沒辦法直接一擊避殺 比較麻煩 好啦 巨藻怪此時出張 加農水炮出來 並沒有辦法直接收拾掉我們 然後再補你一發蒸氣彈 至少能夠把你的盾給逼掉 而且如果對手大意的話 我們的眷戀雲是可以直接上來使用飛翔 換角是...欸! 對手是直接下場了 而他最後一隻角 設置地牙海獅上來 想要直接一打二 然後這邊 眷戀雲直接上來了 吃了一個細血 命沒有倒下 反正選擇飛翔出去 那飛翔下去之後 對手地牙海獅擋招 但對方這邊也沒有大意 直接把他的招式放出來 這樣看起來算是有點微妙啦 如果能夠扛住他的細血的話 肯定能夠在那邊飛翔 但捐念影上來的那一刻 逼迫到對手開盾非常關鍵 因為此時雷吉斯奇武就能夠使用電磁炮 直接來重傷這個地牙海獅 一下下去之後 把結果剛好剩一點點血 哇這一點點血 感覺就是不妙啊 因為對手的氣氧上 看起來是有地震啊 冰醉是收拾不掉我們的 但是剛剛好地震出來 哇有點可惜 這時候就非常遺憾鎖地沒有傷害量 如果多個一兩點 肯定能夠收拾掉地牙海獅 這場就能夠逆轉 比較可惜的一場 OK那我們就下一場 這樣看到的是賈赫冷望 那我們這邊的話 妖精系能夠打他的惡席 對手就直接換角了 但換上的角色也不是太好 他換上氣勢吼 哇氣勢吼這上來也算是非常有勇氣啊 但這邊並沒有先按飛翔出去 反而讓對手先出招了 而且冰龍拳出來 哇這傷害量很痛啊 可以看到捐點員的坦度確實是欠佳 但是好險 目前的血量還是能夠扛住雙倍封還 那擊到了兩發飛翔之後 第一發出去 對手氣勢又直接氣掉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最後一隻角色 結果大冰咬上來了 這邊剛好擊到了高傷害的魔法閃耀的氣量 直接出去 對手大冰咬是否擋招呢 喔結果擋了 但這一場基本上已經賭定了啦 因為我們可以用雷吉斯西武直接賭他 最後那一隻夾人蛙 我們就讓長寶力鼠跟他互抹 而且電磁砲出去也能夠壓制對手開盾 最終就能夠獲勝了 所以這一場的話 其實對手的配陣 是比較難打妖精系啦 他也沒想到我們第一隻剛好能夠直接壓他兩隻 所以他換上氣勢吼上來 也沒有辦法扭轉 反而還開了一個盾 擋住魔法閃耀 好那夾人蛙上來 我們這邊是長寶力鼠 直接面對到他 兩者對決 當然算是平平啦 不過太長阿鼎連續出擊 對手是扛不太住的 那在盾的優勢情況下 長寶力鼠不太會輸啦 靠著本身非常憂鬱的坦度 目前的對戰還是以坦度駐穿的角色會比較強啦 就算攻擊很高出招也很快 俗性上如果沒有壓制到 基本上還是拿我們沒辦法 韓度在目前的勝負中至少有1.2 甚至1.3的一個差距 好 泰山阿鼎出去 可以看到夾人蛙直接噴了半血 非常的痛啊 泰山阿鼎其實 數據上來說沒有到非常痛的傷害 只是因為夾人蛙太脆 好這邊扛一個江水炮 然後對手此時換角 看到大比鳥 大比鳥上來瞬間其實可以讓雷吉斯球上來 但是並沒有這樣做 反而讓長寶力鼠放了一個泰山阿鼎 因為其實江座意義不大的原因在於 我們的雷吉斯球上來肯定電磁炮直接出去 能夠重傷大兵啊 不過也沒差啊 這場優勢開的成分還是太大了 所以最終對手是跳掉了 好那我們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來看一下作為場的對手 那作為場的對手會是誰呢 決定員在第一隻 當然這不要遇到鋼系都能夠處理 喔 這邊不算不是鋼系 但是又看到兵系的 是阿蘿阿的九尾 對手的九尾好亮啊 是進化過的 而且我們長寶力鼠上來 竟然看到了絕對剋星 畢吉翁阿 好畢吉翁的話 這邊我們只能跟他消磨了 泰山阿鼎出去 那理想上如果對手大意的話 至少能夠逼一頓 那畢吉翁的配招沒有絕對啦 也不見得會帶聖劍 那夜刃跟堅持攻擊也是會常看到的 喔 這邊是夜刃的 那夜刃的話 第二招通常會是以堅持攻擊為主 因為畢竟畢吉翁比較難打飛行 當然就是看你要捨棄哪一塊 不論怎樣的配招 遇到某些對手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是畢吉翁比較尷尬的部分 然後對手持續的出招 再一次夜刃出來 剩下的血量他大概就二連踢 幫我們踢死了 那長寶力鼠看起來沒有辦法 消耗對手畢吉翁太多的血量 那等一下我們的捐雲上來的話 就得開個盾擋他的堅持攻擊 但... 欸 不過這邊選擇是雷吉翁 毒他帶的是夜刃加上堅持攻擊 所以這邊靠著雷吉翁是可以扛招了 但是要靠鎖定把他點掉 難度還非常高了 喔 中途換角了 捐雷雲上來 但捐雷雲此時上來 感覺是不妙 這邊還是得開盾 不然會持到堅持攻擊喔 這個切腳不是很好 因為你這樣還是會遇到九尾 喔 對手直接把九尾派上來了 完全不給我們機會 所以這一來一往反而有點辛苦 不過運氣好的是 對方的小招帶的是撒角 出招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而這邊我們來一個飛翔出去之後 對手的九尾並沒有擋招 然後此時 再把招式放出去 能夠直接壓迫你開盾 那這一來一往的話至少壓迫到... 欸 結果他直接把九尾氣掉了 他這氣掉算是正確啦 因為九尾的屬性上來說是沒辦法打的一擊四七五的 直接氣掉留給後面的角色去處理比較好 對手最後一隻角色是胖嘟嘟啊 這邊被他農了兩個禍不擔心 目前雙方平盾 這一場難打喔 不過如果我們電磁炮能夠打到胖嘟嘟 還是有機會的 但是要稍微注意他的避易擊中還在 對手胖嘟嘟率先出招 使用的是衝浪出來 那我們剛好沒有開盾 還可以 然後接下來電磁炮出去 這邊肯定能夠逼迫對手開盾的 然後關鍵就在於 到底他什麼時候會換角 所以要稍微忍耐一下 雷吉思七五在坦度上來說是能夠扛一個暗影球 那目前剩一盾 是把他開起來了 對手選擇的招式 是暗影球剛剛好賭到這個高能量的招式 然後這邊的話 忍了一下之後 對手並沒有換角 反而是趁著貨不擔心的空檔 直接把電磁炮放出去 那這邊看一下打胖嘟嘟的傷害量 結果胖嘟竟然扛住了 然後這一場看起來不妙喔 結果對手的必義兄此時上來了 這必義兄上來不是很好 反而會讓我們的雷吉思七五把槍上農得不錯 而且他的傷害量沒辦法造成比較好的大忌 最終對手被這個必義兄害死了 我們的雷吉思七五竟然又放到一把電磁炮是獲勝了 哇 這一場對手有點尷尬 那我們來做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第一次看到眷戀瘟在Pokémon GO的對戰中使用 那今天嘗試的是在高級聯盟 整體上來說使用性還算不錯啦 傷害量很足 只是坦度的話稍微欠缺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在對戰裡能夠看他整體的表現 不過齁 玩家如果要使用他的話 還是要稍微注意他本身的招式組合 剛好在打剛系的時候會比較吃力一些 也就是為何我們在對戰中比較少看到玩家使用的原因 但是今天看完之後整體上的實用性看起來是不錯 所以玩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在目前的高結盟嘗試看看 最後的話我們要再次感謝許大私人玩家 提供精彩對戰影片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